TVB五六周年台庆在一片争议声中落下帷幕 原本预告的大咖登场 最后也只是刘德华以视频的形式出现 加上众多一线小声、花旦 因为拍剧无法出席 所以整个台庆给外界的感觉就是 星光暗淡 每一年台庆最后的大合照 自然也是传媒、网友关注的焦点 因为TVB非常喜欢给艺人进行排位 站在第一排 站在最中间的往往都是公司的门面担当 今年TVB台庆最后的大合照也已经在网上曝光 到底是谁也成了香波波 又有谁遭遇了冷带呢 看大合照一人排位 似乎也就一亲二楚了 从大合照可以看到 站在最中间的是汪明泉、陈百祥、陈贝尔 以及阮兆祥等几位主持人 在几位主持人身旁的 其实才是大合照的C位艺人 而这两个位置分别由最贵实地陈豪 以及新二代谭俊燕占领 陈豪 陈豪站在中心C位 其实没有太多争议 毕竟这几年的各种大型晚会 他基本都是稳定在C位 毫无疑问 陈豪就是现在TVB的一哥 2007年陈豪主演的《唐星风暴》在4月9日播出 该剧在香港播出后 创下2003年以来港剧收视率最高记录 观众人数超过311万人次 且该剧的大结局不负众望作收48点高收视 打破了由金之玉捏在2004年创下的41点记录 陈豪更凭唐志安一角同时获得2007年万千星辉 颁奖典里最佳男主角及我最喜爱的电视男角色 不负众望地拿下最佳男主角的大奖 时过境迁 TVB视地陈豪现如今绝对是大台的一线小生 他的薪酬在一众小生里也算是相对较高的 看得出高层对其十分重视 近段时间 陈豪依旧忙着为剧集罗密欧与祝英台开工 该剧拍摄已经过半 但是一般演员们的工作热情却从未减少 相信剧集出机会带给大家不少惊喜 谭俊艳 至于谭俊艳出现在思维 外界都有点意外 毕竟陈豪旁边的陈展鹏 马国民都没有这个待遇 这两人的资历 观众员都比较谭俊艳好 所以很明显高层依旧在力捧谭俊艳 当年谭俊艳突然空降TVB 直接就开始做男主角 确实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并且早年只要是谭俊艳主演的剧集 收视率都特别差 他也因此被调侃为收视毒药 谭俊艳演戏最主要的问题 还是不够走心 他总是一个表情 很难看出他的喜怒哀乐的转变 虽说这两年 他的演技有在微小的进步 但还是远远不到能拿势地的水平 当然 谭俊艳能拿势地 除了父亲狄龙之外 更应该感谢TVB高层层力真层姐 谭俊艳除了演技差 其实他的人品 为人处事还是挺好的 因为公司同事都对他赞不绝口 另外 网上有专门吐槽他演技很烂的视频 谭俊艳看到了之后没有任何生气 反而还在下面留言哈哈大笑 性格确实不错 最后 希望谭俊艳再好好提升一下演技吧 加油 由于几位一线小生 像王浩信 袁伟豪 肖正南等人 因为工作问题缺席台庆 所以今年的第一排有了不少新面孔 像朱敏翰 何广佩等人都跃升到了第一排 至于被受力捧的新生代小生吴伟豪 则被高层安排在了第二排的C位 待遇看着也并不差 蔡思北 相比起一众男艺人 女艺人的排位就更加令人迷惑 外界也是议论纷纷 站在陈豪旁边的是TVB首位90后事后蔡思北 待遇极佳 也成了公司的一届 2018年TVB的颁奖典礼上 当王浩信获得适地殊荣之时 蔡思北兴奋地站了起来 助理拉都拉不住 站在台下的蔡思北 在一群静坐吃瓜的现场观众眼中一场扎眼 站在台上的王浩信只能尴尬地对他傻笑 而蔡思北丝毫不以为意 站在台下对王浩信发送电眼信号 这件事一度成为港鱼圈的最大笑量 蔡思北忘夫时的称号也因此不静而走 然而蔡思北或许忘了 自己忘的是隔壁老王 不是自家老公 王太太对他的敌意 在不久之后就被媒体拍了个正着 2021年1月 TVB一年一度的颁奖典礼上 众星云集 各演员请就位的同时 台下演员家属也是各个正经V座 然而 让王太太弯弯没有到的是 TVB竟然将一对绯闻男女安排在一起 分别领到师弟 事后大将 望着自家老公王浩信和绯闻女友蔡思北站在一起 被TVB打脸的王太太 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 似哭非哭 恰好被现场的港媒拍了下来 虽然与隔壁老王站在一起 但不意味着永远溺在一起 毕竟海王集游之路 不会单恋一枝有主的花 与自己的作品相比 蔡思北的情史更加精彩 绯闻男友也算得上各有千秋 正因为绯闻热度稳居港渔圈顶流 因此TVB给到她的资源也相当不错 蔡思北凭借处女作名门案战出道之后 又接二连三地拍了潮流教主 采锅界等影视作品 但是因为其的演技实在让人无法评价 因此并未激起太大的水花 或许意识到主业作品没有副业绯闻 更具有商业价值 所以稍微感觉到被市场淡忘之际 蔡思北也会主动向媒体透露自己的过往情史 博取关注 蔡思北往右排开 从中心到边缘 分别是张希文 黄志文 刘颖权 JW王浩尔以及刘佩月 在谭俊艳旁边 从中心到边缘一字排开的女艺人则是 朱陈丽 姚子玲 高海宁以及奥丽 至于今年年初拿下试后的姜美宜 直接被安排在了第二排 不少网友都替姜美宜感到有些尴尬 2008年 姜美宜因为合约问题和亚氏闹饭了 她就以38岁的高龄过档到了TVB 大家也许会觉得没关系啊 姜美宜有实力 有演技 也是挺有观众缘的 过档跳槽怕什么 但是要知道 一个女人要在将近40岁的年纪 在一个新公司 新环境重新开始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她身上已有所谓浓浓的亚氏味 要洗掉这一身亚氏味 必定要过冷和 要从低做起 再加上姜美宜的性格 向来就不是八面玲珑 很会交际应酬打关系的那一种 她要在TVB这家人才挤挤的大公司重新打拼 谈何容易 然而 在过档的第二年 姜美宜就演了一海豪情这部大戏 戏里还和影帝黎耀想演一对夫妻 相信如果没有无价的关系 一个普普通通的前亚氏女艺人 可能还要多等几年才能有这样的机会 而事业开了挂的姜美宜也很争气 靠着实力很快就在TVB杀出一条血路 拿了最佳女配角 在这之后 姜美宜的戏份和角色也是越演越重 到了2017年的亲戚我好妈姜美宜 终于成功跃升到了女主角的位置 而且这部剧的口碑和收视都收获了不错的成绩 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 所以 这几年的姜美宜事业上是顺风顺水 吐气扬眉 除了姜美宜 第二位尴尬的女艺人则是Oli 她在前几年都是站在第一排比较靠中心的位置 今年直接站在了第一排的最右边 排位大打折扣 Oli因各种原因已经快两年没有拍剧 最近一段时间都是以主持综艺节目为主 很明显她现在处于无惧可拍 遭到了高层冷带 只是在等着约满黎朝 之前多次被爆料黎朝的黄志文 传闻已经和TVB续约 但此次黄志文的排位似乎也不理想 她竟然被张希文压了翻位 不少网友都替她感到无语 好歹在之前拍摄的剧集再见枕边人中 黄志文还是第一女主角 张希文是第二女主角 2007年参加香港小姐儿走进演艺圈的黄志文 最开始出演的戏都不是女主角的位置 甚至戏份颇少 在那个群星璀璨的年代里 演戏新人想要出头 显然没有那么容易 而黄志文 在多部TVB剧中 一直都是以女配的人设出现 也没有掀起过比较大的浪花 更没有一夜爆红 对于笔者或者许多观众来说 印象中黄志文有一部演女配的戏 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在剧中 演女配的黄志文 这一次演了一个泼辣角色 一位家庭主妇娄孝兰 出身草根 口无遮拦的吵架形象 让观众一下子便记住了这位女配角 而黄志文也凭借该角色出圈 在当时 年纪轻轻的黄志文 就已经要演一个孕妇了 但她却拿捏得很到位 形象非常深入人心 在另一部剧Encore36小时中 黄志文扮演的红美雪 却和其他角色截然不同 形象反差很大 都说TVB是一座少龄寺 在里面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今年台庆大合照的牌位 也就能明显看到 有些艺人受捧 有些艺人遭到了公私的冷带 以郭矮明、陈松玲、关永和为代表的二代花旦分裂前三名 而千禧年前后的第三代四大花旦全部上榜 而素有TVB最后一个一姐之称的蛇诗曼竟然失名不入 一起看下最终的排名情况 第一名 郭矮明 平均收视率32.2点 电视剧代表作《笑看风云》、《大时代》、《聂元》等 1993到1996年 郭矮明连续四年获得一周刊十大电视艺人奖 郭矮明于1993年开始他的第一部电影 与李连杰、萧芳芳主演功夫片《方世玉》续集 随后 他先后出演了《花月微情一线》《生机目录凶光》等电影 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目录凶光是与刘青云继上次情侣搭档的二次合作 该剧在豆瓣评分达到7.1 并在第36届台北金麻影展取得了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等多项提名 第二名 陈松玲 平均收视率31.2点 电视剧代表作《天地哪儿》、《笑看风云》、《蜀山剑侠传》等 1987年陈松玲出演个人首部电影《鬼马校园》 两年后 陈松玲出演电视剧《天涯歌女》中周旋一角 因而成为《无限一线花旦》 1994到1996年间 先后出演《笑看风云》、《轻功气数》、《露天地哪儿》等影视剧 并被媒体誉为最高收视率女皇 1997至2002年于新加坡连续六届获得学生投票选举最受欢迎女演员奖项 其中 1997年在音乐剧《狼狐》与张学友搭档演出并担任女主角宁静雪的一角 从而在新加坡 内地和台湾打开了市场 2000年 陈松玲出演电视剧《精装四大才子》 饰演朱拼蹄而被中国内地观众熟知 第三名 关永和平均收视率30.917点 电视剧代表作《苗翠花》、《醉打精知》、《驼腔师姐》等 1997年 关永和出演了TVB推出的经典电视剧《苗翠花》 将《苗翠花爱打抱不平》 《冲动爱闯祸》的性格成功塑造了出来 该剧也使关永和在1997年万千星辉贺台庆颁奖典礼上获得最佳女主角 自此奠定了当时TVB电视一姐的地位 关永和此后与欧阳振华搭档陆续出演了最打精之美味天王级《驼腔师姐》 电视剧《驼腔师姐》自从1998年播出之后 收视率很好 并让关永和坐稳了TVB天后之位 2000年上映的《驼腔师姐2》更是在首播就有30多点的高收视率 从而使关永和继续稳坐一姐 后来在2007年 TVB曾想邀请关永和重返TVB 并让其去拍《驼腔师姐》系列作品 旨在把该剧打造成2007年的重头剧 电视剧《最打精之》也让关永和同欧阳振华一起收获最佳惹效冤家大奖 1998年10月12日 关永和搭档古天乐出演的电视剧《烈火雄心》在中国香港播出 1999年11月下旬 关永和被中国电视金英奖世纪回谋组委会授予世纪结出一人奖 2000年8月7日 由关永和与丈夫张家辉搭档的搞笑古装连续剧《精装四彩子》上映 第四名 郭可盈 平均收视率30.89点 电视剧代表作 谈判专家 茶室顾香农 刑事真机档案等 1995年 郭可盈与陶大宇合作主演经典港剧《刑事真机档案》 凭借剧中高杰一角开始走红 成功晋升为TVB当家花旦 并且获得了1996年度一周刊电视大奖十大电视艺人第二位 后期又相继出演了《刑事真机档案2》《刑事真机档案3》 都取得了不错的收视 并且与陶大宇成为了经典的迎评情侣 此外在1995年到1996年 郭可盈还先后出演时装情匪剧《欧记十录一》《欧记十录二》 该剧后期重播仍然受到很多人喜欢 1999年TVB时装商战剧《创世纪》开播 该剧被誉为TVB商战剧的巅峰巨制 郭可盈在剧中一人分饰两脚 表现出彩 进一步提升了她的人气 第五名 陈法拉 平均收视率30.63点 电视剧代表作《东宫西略》 《冲上云霄2》 《蒲松林》等 陈法拉在签约了TVB后 同年 陈法拉担任了娱乐最前现朝之达人 以及田杰儿等节目的主持人 2006年 陈法拉首次尝试了演员 并参演了法政卫电视剧《法政先锋》 次年 陈法拉参与了电视剧《唐星风暴》的拍摄 在剧中饰演唐智欣 是唐家的掌上明珠 有三个爱他且为他分担困难的哥哥 因此性格有些任性 该电视剧最高收视为48点 平均收视为44点 且观众总人数超311万 创下2003年以来TVB自制剧最高收视记录 并在TVB颁奖大典上获得最佳剧集等奖项 此外 陈法拉在舞动全程中饰演呈家文一角 虽然拍摄中遇到了很多困难 但是由于身边人的帮助与鼓励 顺利完成了作品 因此获得了TVB40周年万千星辉颁奖礼最佳女配角奖 第六名 陈慧山 平均收视率30.47点 电视剧代表作 见证实录 创世纪 爵士好爸等 2002年10月 陈慧山主演的电视剧 爵士好爸播映首周 便取得最高30点高开收视 创下了2002年一线及二线剧集首周最高收视记录 同年11月 TVB举办无限35周年万千星辉和台请 陈慧山凭借这部剧中的高配一角入选我最喜爱的电视角色 并获得我最喜爱的女主角这一荣誉奖项 才出道五年就已拿到时候 陈慧山与萱萱 蔡少芬 郭可迎并称TVB四大花旦 2003年10月 无限台庆剧冲上云霄首播 陈慧山与马德中 金马影帝吴振宇搭档连昧主演 饰演机舱服务员乐以山 在剧中三人之间有不少的情感对手戏 陈慧山还演唱了该剧的插曲《我不爱你》 第七名 萱萱 平均收视率30.43点 电视剧代表作《寻琴记》 《憨夫成龙》 《宠物情缘》等 萱萱与古天乐 林峰等合作共同主演的古装穿越科幻剧《寻琴记》于2001年播出 萱萱在该剧中饰演性情中人乌亭方一角 并凭借该剧提名《万千星辉》典礼最佳女主角 亦由此开始被内地观众所熟知 次年 即凭借主演的《民国爱情》剧《憨夫成龙》获得观众广泛的关注 萱萱在该剧中饰演丁长旺的妻子采凤一角 并凭借该剧获得《明报》周刊演艺动力大奖最突出电视女议员大奖 该剧播出后平均收视率37点 最高收视率46点 获得香港2003年全年收视冠军 2005年 萱萱主演的情感喜剧《老婆大人》播出 在剧中饰演法官高西敏 塑造了一个甜脸无私 公正严明的法官形象 并凭借该剧获得TVB周刊最强人气大奖 且该剧播出后首周平均收视32点 最高37点 有约242万的观众观看 此外 萱萱怀于2005年与郭晋安合作主演了喜剧《阿望星传》 并在剧中饰演黄奇凤一角 该剧播出后平均收视42点 最高收视43点 成为2005年最高收视剧集第三位 第八名 蔡绍芬 平均收视率30点41点 电视剧代表作《洛神》 珠光宝器 火舞黄沙等 90年代末2000年初 蔡绍芬与萱萱 陈惠山及郭可迎被誉为无线电视四大花旦 2001年7月 蔡绍芬在矿叶声监制的电视剧《驼腔师姐爱爱爱》中饰演你一号魏英姿 该剧播出一周后 成为2001年度一线及二线剧首周收视之冠 蔡绍芬在无线内部更是被誉为无线一节 同时 该剧导演矿叶声对蔡绍芬的评价也很高 她表示 蔡绍芬的可塑性极高 以骨一金 是TVB稀缺的女主角类型 2002年 蔡绍芬主演的古装历史电视剧《洛神》播出 蔡绍芬将偏若惊鸿 宛若犹龙的水中仙子 真密演绎于迎评之上 第九名 张可怡 平均收视率30.05点 电视剧代表作《九五至尊》 金之玉孽 难兄难弟等 2003年 剧集《九五至尊》在香港获得高收视率 张可怡因为扮演吕四娘再度获得更多关注度 同年TVB的36周年台庆颁奖 她凭借该剧一举获得我最喜爱的角色之一 和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 2004年 张可怡主演古装剧《金之玉孽》 诗言本为宫女 后设计获得皇帝宠幸而被封为贫的安息 该剧开播首周平均收视达到30点 在香港有超过210万名观众观看 最终平均收视位列TVB年度第二 后在内地湖南卫视首播打破了开播收视记录 凭借《金之玉孽》的演出 以及与郑少秋 江华合作主演楚汉焦雄 张可怡获提TVB万千星辉和台庆2004本年度 《我最喜爱的女主角》奖 第十名 邓翠文 平均收视率30点 电视剧代表作《金之玉孽》 《金国枭雄》 《女人无意作》等 邓翠文于2000年重回TVB 出演了电视剧《Loving You我爱你》 随后凭借爱情清喜剧《Loving You我爱你》 而获得2003年万千星辉颁奖典礼 《我最喜爱的实力非凡你》一元奖 演技进一步受到肯定 并在2004年播出的《古装公斗剧金之玉孽忠宇与黎兹》 《蛇诗曼》等合作演出 饰演《宠妃如飞》 该剧播在中国香港初后 收视率最高达到40点 创下了当时中国香港最高收视率的成绩 随后在中国内地湖南卫视首播后 收视率高达1.7点 成为同时段全国电视节目收视率冠军 《金之玉孽》的热播 让邓翠文的演艺事业再一次走上高峰 即凭此获得了2004年万千星辉 《我最喜爱的事你非凡女艺员和我最喜爱的电视角色奖》 Stockholm 孔玉孽 《眉唱》 《走上汽 glac吸口》 孔玉孔 孔玉孔 孔玉孔